这里是气管的开关,我们把这里接上,然后电源开关直接,这三根电源线就可以 然后电箱里面有一个开关,把这个开关合上以后 这里屏幕就会开机 开机以后,我们先看这个钥匙功能 然后钥匙开关打开 这里,那是关,你打开以后 按到开钻孔是吧,按到开 然后就是循环,把电机启动都打开 自动启动,然后这个循环 这里有个循环,有个单次,我们要在那个循环上面 循环的话,它就是自动启动 然后它就是可以自动循环钻孔 如果木链长短不一样的话 我们就调节这个,这里有个丝杆,黑色的丝杆,这里这个螺丝 我们把它松开,把这个夹料的这个地方往右边移动一下 然后再把这边这个螺丝拧上就可以 然后这个感应开关,如果说调那个深度的话 我们是把这个感应开关都往这一面挪一下就可以 这三个开关都挪一下 如果说木链长短不一样的话 我们把这个板,然后放到这边这个螺丝上面 然后可以钻那个短的木料